哈囉大家好,我是NICO 我這次要分享的東西是針對於美白還有保濕的產品喔 那就是這一個,這一盒 而且它這一整盒啊 它這一整盒的話是修護精華保養三步驟 它總共的話就是有三樣東西 可以給你們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上面的話就是有基本的說明 就是裡面有含了一些什麼東西 成分、名氣都有寫在上面 它這一整盒的話是81G的賽洛美膠囊 它是食品喔 它這一罐的話是有三十份 那它一天使用的話是兩粒 那如果比較詳細一點的東西的話 它就是可以到他們官網上面去看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這個是修護乳液 它這一個的話是修護精華面膜 這個面膜是真的非常的強 你們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影片喔 那接下來的話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繼續往影片的下面去看吧 不過這邊面膜真的很強 連我自己都嚇到了 那所謂的第一步驟就是吃 那吃的話呢就是這一罐 曬露美膠囊 它這一罐的話是食品的喔 那它的使用方式就是 我自己啦是每天早上起床的話 會使用兩顆就搭配溫開水或是冷開水 就都可以 因為它這一罐的話其實它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完全沒有味道 而且它是膠囊所以它很好吞 它一顆也沒有到很大顆 就是還滿正常的大小 大概是這樣的大小 就是膠囊 白色的 帶有點粉紫這樣子 它一罐的話裡面是有30顆 那一天的話就是吃兩顆 那多食無意啦 是說真的 就是吃這個的話就是 讓皮膚可以有一層那種保護膜 可以讓水分不會那麼快的就蒸發掉 或是被你可能長期在冷氣房裡面吹冷氣 就是水分直接被冷氣給帶走這樣子 那吃這個的話其實它有一個就是 可以讓肌膚保濕嘛 就是讓鎖水力變得比較好 而且就是讓皮膚變得比較平滑啊 它有彈性這樣子 就是除了飲食部分也是要控制以外 這個的話就是可以當作是輔助 所以呢第一步驟吃真的很重要喔 那第二步驟的話就是這一罐 看到喔 這一罐白色的修復精華乳液 那這一罐它不是像那種一般這樣用擠的那種乳液 它是一個罐 那它的質地呢就是 非常的像是透明的果凍那種感覺 那我主要跟大家講的話 它這個是沒有添加任何色素跟香料 它其實蓋子上面就已經有蠻多的 我會先把蓋子拿來擦 那使用的方式的話就是 在你清洗完臉部之後 可能上完化妝水啊 精華液之類的之後 這個再擦上去就好 那我擦上去就是這樣 是透明的 它頭抹上去的時候是有一種 它的質地是非常柔和的 像那種絲綢般的那種感覺 它完全不油膩喔 我要先跟大家說 因為它的用量其實我個人覺得還蠻省的 那當然脖子這個地方也不要忘記要帶到 因為頸部實在是太多女孩子會遺漏掉 會遺漏掉它 脖子是很容易去顯示女生年齡的部位啊 皮膚是很透亮的 剛開始擦上去的話 你會感覺好像就是有點油油滑滑的 可是它不是油 它真的不是油 它是還蠻輕膚的一個乳液 其實我這一罐的話我大概使用了 六天了 快要一個禮拜了 它的皮膚就是還不錯 而且真的很亮 那接下來這一款的話就是 8EG的修護精華面膜 是包含在一整盒裡面的 所以它就是有吃的和有擦的 它還有用膚的面膜 我個人是覺得如果它有一整套這樣子的 一整個套組是真的還不錯 就是吃了又可以讓肌膚變亮白 那又有擦的晚上可以修護 那你讓你的那個上妝會變得比較服貼 那面膜的話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面膜控 所以就是面膜的部分 我是還蠻注重很多的 那我現在要把它敷上去 那敷上去之前呢 我先用儀器先做測試 我現在保水度是這樣 有看到齁 接下來我就直接敷上去 它面膜應該是很薄的 它面膜只很大片 因為我的臉算小 所以它跑出來的空間其實還是算很多 它鼻子的地方其實就是都還蠻敷的到了 因為有些面膜它必須要用剪刀剪開 才有辦法敷到鼻翼的部分 那它面膜的話它就是 使用說明是敷大概是10到15分鐘 那我就敷15分鐘囉 那我剛剛已經敷完15分鐘了 就是現在直接來測試它到底保水度有多少 我的話就是會把精華液都先抹 讓肌膚整個吸收 輕輕的按摩就好了 不要太大力 因為我以前有跟大家講過 如果你在你的臉上按摩 如果太大力的話會容易有產生細膜 那脖子的地方我就是會把 剛剛臉上的精華液把它延伸到頸部 其實它那個精華液還蠻快就吸收了 我就是一下子就是 推均勻之後就乾掉了 就是讓肌膚整個吸收了 好 那我現在就來測試看看 剛剛好像是40幾吧 那我現在來看看 78.6吧 對啊 78.6耶 沒有看錯耶 而且我沒有做假喔 我剛剛就整個 我自己嚇到了 我就是試下面膜直接測試 嚇到我了 你有 剛剛有看到我的那個表情吧 我想說 哇靠 怎麼變黃色了 原來就是已經 就是飽水度非常夠 喔 太棒了吧 我要來趕快去化妝 看它到底服不服貼 太驚人了吧 真的 那得給大家看一下敷完的臉 敷完就是 比剛剛在亮白一點點 但是不可能就是馬上就可能 白個兩三階是沒有了 但是就是有白那麼一點點 而且它保水度也太好了吧 我有點嚇到耶 另外呢 我的眼睛這個地方 剛剛有敷到 我覺得是真的還滿舒服的 這邊都有敷到 欸 是真的不一樣耶 我覺得好神奇耶 也太誇張了吧 那個 都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因為真的是 太保水了吧 我的天啊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對這個產品如果有興趣的話 下面也會有附上網址 可以去搜尋 它在這一整盒的話其實我覺得 送禮是真的相當的適合 而且 其實送給姊妹們當作 姊妹禮 還不錯喔 我有點想要考慮說 就是如果結婚的話 送這一整盒給 當作姊妹禮的話 應該是 很讚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分享出去 還有幫我下面點個讚 就是都有一個很大的鼓勵喔 如果你想要更了解 詳細的資訊的話 可以到我下面的資訊欄 我都有放詳細的資訊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不要忘記喔 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我的粉絲專頁喔 記得去下面點喔 下次見喔 掰掰